李莲南特,我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佳玛 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4月7号 星期四的早晨 其实握手 它是一种很正常的 与人交往的一种礼貌行为 但是也许因为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文化 它的方式和表达的含义就不一样了 其实握手这件事情 在中国古代啊,过去啊,是没有的 中国人是没有握手的这个习惯的 所以说握手呢 它不应该是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 所以中国人现在都 见面的时候都握手了,对不对 就基本上可以说中国人已经西化了 说个千真万确的笑话 这叫我以为是扣头呢 对,对,就见面 就是扣手,对吧 扣手 就是这样子寒暄一下 没有握手的那个习惯 更没有拥抱这个接吻的这个习惯 但这握手是西方人见面的时候的一个习惯 就是这样子握手 但也不完全了 包括这个中东人,阿拉伯人呢 他也握手 但是他还是有个规矩的 是 这个规矩就是什么呢 这个穆斯林的这个规矩 就是真是 异性之间就没有这种握手 对 除非你是家人 否则的话 你就没有这种肌肤的这种接触 对对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和要求 在别人理解来看 也许似乎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就感觉到不尊重女性 为什么你可以跟男性握手 不跟女性握手呢 然后这是一种想法 另外一种想法 也许就是尊重 人家心里还在想呢 人家心里还在想呢 我不是不想握手 我还想握多一点呢 是是是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不握手是 就是尊重女人 就是尊重女性的这种 这种她的洁净于尊严 就是各有各的文化的差异吧 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 瑞士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在瑞士的一个叫巴萨尔州的 一个泰威尔学校 这所学校里面的这个穆斯林 他是投诉 说是这个男女握手这个规矩 这个道德的一个界限呢 这个学校方面呢 就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所以这个穆斯林的男生呢 就就就有抱怨 结果最后的这个学校呢 就哎 他同意了 就说你们可以免跟这个女教师握手了 可是他一免又不要紧 这全国又闹出争议了 全国闹出争议了 就是有几个争议了 其中的一个就是泰维尔议会 泰维尔议会他没有具体详细的介绍 什么是泰维尔议会啊 反正就是跟教育有关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讨论的机构了 这个议会就表明说 不支持学校妥协 他用妥协这两个字啊 就学校就必须要他们继续握手 对 倒不会赶紧学校制定校规的权利 对 不过这个瑞士的司法部长 在当地的一个电视公开 在电视上面就公开说 握手是我们的传统一部分 瑞士的教育局的这个局长呢 他就说啊 他说不能忍受女性公职人员待遇 以男性有差别 就说男人能做什么 女人也应该可以做什么 这个意思 对 这是一方面的理解啦 然后也许另外一方面 就像我们所说的 一方面他们认为 如果你不握手的话 就是跟男人不平等了 然后但是另外 穆斯林这方面理解 就是认为如果你不握手 是对于女性的一种尊重 对 所以两方面的理解 究竟哪一方面是正确 哪一方面是错误呢 其实就我们目前所了解 没有哪一方面是完全正确 也没有哪一方面完全错误的 只不是根据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的一些习俗而已 是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就不只是发生在瑞士西方国家 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 对吧 当然那东方的国家相对就更加的这个严密了 就是我所说的严密 就是说 你是一种习惯 他是一种习惯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么一种做法 是是 说到这儿呢 然后其实 好像东西方某些是不一样的 但某一些好像似乎也是相同 有类似的情形出现 就现在在美国呢 就有一些假大学 这些假大学呢 是就是 给你办签证 然后来骗案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其实 老早我就听说过 美国有一些这种野鸡大学 这野鸡大学就是说 我随便弄了个大学 就有没有老师都无所谓 反正就呢 就给你 你过来随便上两完课 甚至不上课 然后就给你发一个文凭 反正这野鸡大学 你的文凭拿回去 去护佑你们的国家政府 护佑你们国家的那些公司去 就这种情况 另外呢 就是利用这些所谓的大学呢 去骗签证 就是他 他不一定能够骗到 那个美国政府 给他们签证 但是呢 他用这个大学去骗人 当地骗回他自己的国家的那些人 就付钱给他们 然后就说给他们办签证 入学啊什么这些东西 收了人家钱 最后这个卷包裹走人 这么一种欺骗 所以呢 你说所说的这个 设的最近啊 就是美国的这个警察 这执法人员啊 他就为了抓这这部分 这个违法乱级的这些人啊 他就呃 就自己就假设了一个大学 是啊 就有他的网站啊 网页啊 课程啊 什么啊 乱七八都有 但是空的空壳的 就用这个方式呢 去诱惑 诱惑那些专门去给人家 办假签证的这些人 这些人也不断地跟他们联络 就说我要给你 哎 就办一些手续啊 之类的啊 就就能骗 反正都知道是骗的 但问题是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呢 这一次这个假大学呢 是警察的卧底 哦 是 警察的卧底 然后 但这个学 如果说是学生的来源的话 主要是来源于哪两个国家呢 一个就是中国了 另外一个是印度 对 不愧于世界上两个人口大国 人口大国 对 是 好 咱们就是看看这些 现在这全世界烧得最热的呢 仍旧是巴达玛的这个泄密的事件了 对 巴达玛泄密的事件到现在为止 它的进展究竟如何了呢 现在这个巴达玛这方面要扬言要报复法国 跟法国又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报复法国呢 难道是法国泄的密吗 它不是法国泄的密 它这样子 好 我们说 你有没有看到 首先 这个事情一爆出来 第一个辞职的就是冰岛的这个总理 对吧 这冰岛的总理就辞职了 在这冰岛的总理 其实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北欧的一个小国家 对吧 影响力还不至于那么大 但是在这个名单里面的 就是在这个丑闻里面的 有好多都是大国的 什么俄罗斯的 中国的 这些甚至英国的 这些都有 但是法国呢 就这件事情呢 就是非常的认真 法国过去呢 就是给巴达玛啊 有所升级了 是 但是呢 就是这件事情呢 就使得法国呢 就觉得他必须 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些的表态 那他就 他有什么人员的 就做出了这些表态了呢 就是他的一些这个 官员就做出了一些表态 这些表态呢 就直接就刺激了这个什么巴达玛的这个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法国的财政部长啊 他在这个国会的演说的时候 就说这个巴达玛过去的让人以为这个国家是有能力来遵守这个国际原则的 但事实呢 显然不是这样子 所以法国决定呢 重新把巴达玛再列为税务不合做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所以因为这事呢 巴达玛就想报复法国 你把我列为很 又把我列到黑名单里面去了 所以我们要报复你们 呃 但大家也都在猜测啊 就是这个巴达玛泄露案件 他背后的一个操作究竟是怎样子的呢 那么这个操作人又想寓意又如何呢 其实很多人都在猜测 呃 据报道啊 这个呃 就是攻击应该是黑客 来自于欧洲 那么来自于欧洲 那今天又爆出法国 要报复法国 我们就会想到在把法国内部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或者是说冰岛内部的反对党会有什么动作 呃 没有 他这样的啊 这个巴达玛的这次的泄密啊 主要是他这个公司 呃 这叫巴达玛那家什么公司我都忘记了 律师楼 律师楼啊 那律师楼的公司叫什么名字来的 很长的一个人的名字 对 就是他里面的那个职员呢 呃 上次就说了 这冒着生活危险呢 就把这些东西就给给搬出来了 搬出来之后呢 就交给谁了呢 交给了那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 呃 就交给他们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他们花了整整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把这所有的这个呃文件啊 把它给捋清楚 呃 捋清楚 你看这个文件有这个2.6TB的 TB我不知道什么概念啊 嗯 一个一个一个T一个G一个T 就是呃 我们G T是G的又是1000倍啊 是很大的一个量 就包括了480万个电邮 邮件啊 这个300万个数据库的这个存档啊 啊 210万个这个PDF的这个文件 就是就扫描过的这些文件 所以呢 这这么多的量 他花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分析他就找出来了一些的呃呃呃呃呃 这些主要是针对这个公众人物的呃呃呃呃呃 国家的领袖啊 领导人啊 这些公众人物的 所以呢 就是把他们的东西呢 就是交给一些的媒体 让他们把它爆出来 爆出来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爆出来的目的就是说 要让这个世人都知道 也让他们国家的人都知道 这件事情呢 是有一点问题的 那你们你们看看 你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件事情呢 每个国家的处理的方式 都很不一样 你看冰岛就第一个 那个总理就辞职了 现在这个英国的首相卡梅伦 他也面对这个国会的这个 就是质问 质问他也要讲清楚 因为他的父亲 也在这个名单里面 对 具体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性 是不是很纯粹呢 我们姑且现在这样子的理解 但是这个就是 包括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他的这个发言人 是总监赖尔 他也表示 他说有部分的名单 我们是公布出去了 但是有部分呢 我们不想拖累 无辜者 所以就不予公布 但是这方面的决策 的这样子的一个 事情是由这个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所做出的一个决策和决定 究竟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公布出来 什么样子的人不公布出来 内部有没有这些利益输送 我们还是是存有疑问的 但同时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 鉴于我们公布出来的这些 这些内容呢 就是他建议所有参与 此次调查的记者疯狂追查 但同时要告诉我们 你们国家的公众利益和赛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 这个巴拉玛是一个 一个非常有名的 所谓的避税天堂 其实除了巴拉玛之外 全世界还有好些个国家 都是这一类的避税天堂 比如说这个瑞士 其中也算是一个避税天堂 那还有一些的国家 甚至美国本土 也有一些州 也是避税天堂 所以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你看到这个名单里面 美国来自于美国本土的这种 就是在巴拉玛 开了这个案外公司的这些人 还是不太多 他们查了 大概有两百多个人 那前天的那个新闻里面 就爆出来的澳洲也正在要查 查他自己也牵扯在这个里面 有多少人呢 有八百个富豪 也是在这个名单里面 而且现在他所揭露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你知道吗 有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啊 都是在香港和中国 这间律师楼的这个客户 他在这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这个点 是工作是最繁忙的 最繁忙的 就是说中国有很多富豪 就通过他这间律师楼去办这个避税 来做这个案外的这个公司 所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 昨天呢 就在他国会里面就发表演说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避税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大问题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拿美国做一个例子吧 就是财政部限制这个公司 以税务倒指的方式了 去避税这些措施 但是呢 现在呢 有钱人呢 和这个大企业 能够利用这个税务的漏洞来进行这些避税 而这些避税最终牺牲的是什么人呢 中产阶级 他为什么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 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 他为什么牺牲掉中产阶级 就是你任何的经济活动 都是要要交税的 对不对 但你你你交税的时候 其实你你收入最多的 应该交最多的税 对吧 但是你却逃税了 你是你在 你是做爱卖公司 你去把这个税务给逃逃避了 但是中产阶级没有办法去逃这个税 因为他的税很多都是就是 直接的收入 工资 比如说工资 或者你是专业人士 你是个医生 开诊所的 你有这个收入 或者你是个律师 你是开一个律师楼的 你这个律师收入 教师这些收入 你没有办法避税 是 但是他们做大生意的 他有有这个办法避税 结果呢 这个国家是需要税收的 这国家的税收 没有从到这个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去去抽税 却是从中间这一段 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抽税了 对对 所以对于中产阶级 民主党维护的中产阶级不是很有利的 所以奥巴马 作为民主党的人呢 他也质问共和党 我们共同坐下来 谈一下这个税务倒置的问题 因为税务倒置的这个漏洞 容易导致富豪们 他们在海外建立公司逃税的这个机制 它就会形成了 嗯